大家好,我们开始深入Oracle这门课程的第五课 Oracle数据结构 这个名字改了一下 就是说大家在那个 在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课程表的时候看到的第五课叫做 应该叫深入数据块 对吧,是这样一个题目 后来我在这个想的时候 突然觉得第一个这个题目一点太窄 这个数据块 我在想数据块的时候 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深入Oracle这一课 竟然没有讲Oracle的整个的一个逻辑结构 这个是不应该的 不对的 不能这样子做 那个逻辑结构整个要 要比这个数据块要重要的多 所以我就把这个调整了一下 后来呢 自己的想一下看了一下的内容 看了一下需要讲的内容的时候呢 发现内容还是比较多 因此呢 我们可能要分成两 那个两节课来讲这个这个 也就是说把以前的那一节课 调整成为两节课 那么呢 后面的内容 我们看看有没有地方可以压缩一下 把它压缩成一节课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保持我们的课程的进度不变 这样的话有助于大家自己的一些 一些那个安排啊 是这样的 就是把这个这个跟大家说一下 另外一个这个数据块 这个我本来是想 把那个Dub啊 就把数据块Dub出来一些 internal的东西啊 分析一下 后来觉得 第一个我感觉到我们这个 这个群里面啊 就这个课程里的一些 那个很多的一些同学 因为他们是从第一 那个初学的那个 那个银行的那个课程过来的 所以呢 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种方式的 这个就是讲那个里面的 那个大段大段的那种的 十六尽致的那种数字 那种对他们来说 可能有点难以接受 因此我觉得还是换一种方式吧 换一种比较容易理解的啊 比较一种容易折 容易理解 大家都能够理解的 而且比较折中的一种方式来讲 可能是不是效果更好一点呢 因为那个关于更内部的那个东西啊 大家可以自己啊 去去把它给Dub出来 网上也有很多介绍 这个Dub怎么看的这些文章 因此那一块呢 我就想把它跳过 不要在这讲了 那个实在是第一个 我感觉它的用处 怎么说不能说它没有用 就是它有点太深了 因为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Aurgo每一个版本 实际上它对这个数据块的整个结构啊 它都会做调整 因此你你这个数据块啊 可能看明白了 如果你比如说你在实际 下面Dub出一个数据块的看的还可以 但是你从11级Dub出来 你会发现有些东西可能就变了啊 因此呢 我们就想这个数据块的一些东西 我们还会讲 但是呢 我们不会去很深的去分析 它里面的一些构造 因为我觉得尽管我们叫深入 还还达不到那个 那个还不需要达到那个 那样的一个程度 因此呢 我们就把这个名字改一下 就叫做Aurgo的数据结构 主要是讲Aurgo的存储啊 方面的一些构造 这样有助于了解 大家了解Aurgo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储数据的 以及他们 那个数据块是怎么操作的 这个对你以后 比如说学性能分析啊 有一些好处 因为学性能分析的时候 我们就要讲那个 SQL语句的效率嘛 SQL语句的效率 实际上就是它这个处理数据块的一个效率 那么呢 它数据块是怎么处理的 那么这个你 你如果不了解Aurgo的数据块 数据 是怎么样一种逻辑的存储的话呢 可能理解起来有那么一点点困难 基于这个原因吧 基于这个以上的这种的 几种原因啊 我们就把这个课程呢 就把这个名字调整了一下 就我们叫做它Aurgo的数据结构 分成两节课来讲啊 这个就是开 就是说之前 跟大家把这个原因说一下 那么呢 我们现在就开始 呃 我是这样想的 就是说 嗯 在第一节课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主要讲数据块的东西 呃 在第二节课的时候 我们会把一些其他的东西讲一下 主要是断啊 第二节课 我们主要是围绕着这个断 断这个东西来讲 呃 呃 数据块 还有一个叫extend 还有一个叫断 segment 啊 这三个东西 是Aurgo最重要的存储方面的三个 呃 三个概念哈 三个 三个 这样的一个 呃 对 这样一个定义 因此呢 我觉得我们用这两门课 这两节课的时间 然后把这 这三个东西好好的讲一下 让大家对Aurgo的这个存储 从此不再陌生啊 就可以了 呃 法律声明啊 这个就是这样 这个我们要停留在这个地方啊 停留五秒钟 啊 那个群里面越来越多的人 他们在要视频啊 我也越来越担心这个视频会散播出去 呃 不过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啊 就这样吧 Aurgo的这个存储结构呢 呃 我们在银行啊 就是说在入门的那个课程 嗯 里面已经讲到了啊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大概的一个呃 这样的一个结构 再跟大家过一遍 呃 Aurgo最大的一个存储单位啊 叫做表空间 就是说 我们 在建数据库的时候呢 我们要建一些表空间 所谓的表空间 就是Aurgo认为 把一些 呃 你 那个 有 有一种比较大范围的这种方式的划分 然后你可以把一些 呃 你认为不一样的东西 放在不同的表空间上啊 就是 呃 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按业务啊 或者说按按数据 按数据的对象 你比如说按数据啊 放在一个表空间上 那么索引放在一个表空间上 当然了 这是最最简单的一个存放了 如果再复杂一点呢 就是如果数据量再大一点呢 就是我一个分区啊 放在一个表空间上 那么我这个分区的这个索引 也放在对应的这个索引的表空间上 啊 这样就变得非常细了 这个表空间这样分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数据操作起来非常容易 呃 你操作一个表空间 那么你只操作这个表空间所在的这个数据 呃 你操作以对你只要操作这个 你比如说我想把一个数据啊 物理上删掉 那你只要把这个数据所在的这个表空间啊 给它删掉 那么这样的话 它整个就把这个存储啊 释放出来了 这在这个管理上啊 是也是有是有好处的 另外呢 表空间还可以作为一个操作的一个 一个单位来操作 你比如说我想做备份 那么呢 你就可以基于这个表空间啊 进行这样的备份 因此呢表空间这个层面呢 它还是有它的一个意义的 就是说它可以从这个业务层面呢 啊 这种把它划分啊 呃 至于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划分 呃 在很大时候呢 这个表空间并不能提高你的性能 我的意思就是说 呃 并不是说 你比如说你把一张表 把这个数据和索引啊 放到不同的表空间上 那是不是他们的性能就会好呢 啊 这个这个不一定 啊 这个所谓的性能啊 这个取决于你这个磁盘的IO 对吧 我们说 这个数据是怎么抽出来的呢 数据是从磁盘上抽出来的啊 那么呢 抽取数据这个速度呢 取决于这个磁盘通道的效率 也就是我平常说的这个物理IO 如果我们这个这个数据库只有一块啊 磁盘或者说只有一个存储 那么这个存储有一个IO通道是吧 我们通常说的是一个不论是一个叫SCSI接口呢 或者说那个现在的那个呃光纤的那个呃 那个接口啊不管是哪一种接口 总之他这个接口呢 这个是内存哈 他这个接口和内存之间的这个通道它是固定的 那你你把一个一个数据 只有如果这个通道不变的话 你把这个数据放在一个表空间上 或者说把它放在两个表空间上 实际上都没都没有任何区别 因为他这个通道啊 这个通道真正的IO的效率是由这个通道决定的 而不是由于你这个数据怎么分割啊 决定的啊这个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啊 在最早的时候啊就是说那时候可能连盘振都没有的时候 或者说盘振都是一种昂贵的东西的时候 比如十多年前的时候 那么通常是磁盘啊磁盘来存这个数据 比如说一个服务器我好几个磁盘 这时候呢我把这个表空间啊分成几个表空间 每个表表空间放在一个磁盘上面啊 这个每个磁盘有自己的通道嘛 对吧 那么呢这时候呢他就会提高他的IO了 因为每个磁盘有自己的一个通道嘛 是不是 但是这个我们现在流行的都是这种存储了 大块的这种存储化 所以这个他真正的通道是这个整个的这个一个IO通道啊 所以对存储内部你是放在一个表空间上 放在多个表空间上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啊 就是很多同学他会问 这个数据放在一个表空间上好 还是放在多个表空间上好 这个完全是取决于你这一个数据管理方面的一个考虑啊 这个IO这个我觉得应该影响不大 这个就是表空间了 这一层叫表空间啊 这都是一个逻辑的啊 因为他不是一个物理的存在这个磁盘上了吗 真正的物理存在磁盘上的呢 叫做这个数据文件是吧 一个表空间啊可以对应很多个数据文件 这个我们在银行课上我们都讲过了 这个我们就不再不再多讲啊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表空间和对这个数据文件 这是一对多的 就是说一个表空间可以对多个数据文件 那么这个数据文件呢啊 就是物理物理上存在这个操作系统下面的 如果是他存在操作系统下面呢 他就可以最终呢 是以操作系统的数据块的方式存出来的嘛 对吧 因为每个操作系统他有自己的一个文件系统 文件系统呢也有自己的文件块嘛 那么最后这个数据文件会以这个操作系统的文件块的方式存出的 当然了啊 这这个只是一种方式 现在很多他都不用操作系统了 是吧 比如说裸设备 是不是直接他就是一个呃 一个设备 或者是说一个对 就是一个物理的设备 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表空间 是吧 裸设备或者Oracle的ASM 是吧 啊 这个东西 还有现在那个Oracle自己的一些文件系统 叫做那个啊 我想一下 那个 嗯 Rank有自己的一个文件系统啊 Oracle有自己的一个存 呃 一个文件系统啊 我突然想不起他的名字呢 叫 FS 呃 叫什么 什么 总之他他是一个那个共享存 共享的一个文件系统啊 啊 这也是Oracle自己的一个文件系统 这种时候呢 就不再依赖操作系统的 这个数据块了啊 这就是自己的一套 这个数据块的格式了 啊 这个就是数据文件 表空间 啊 他和数据文件是一对多的 呃 那么这个表空间呢 呃 实际上他有这个 呃 逻辑上呢 他就由这个断组成的啊 啊 这个断是什么东西呢 啊 断就是这样的啊 我们在银行课上也介绍了 断就是物理上分配了存储空间的 都叫断 啊 这个我们在下节课会讲的非常详细 关于这个断啊 就是物理上只要有存储空间 什么叫有存储空间 比如表啊 索引啊 还有一些什么 那个 呃 一个大对象啊 是吧 这种的 这个 还有 这个ITO啊 是吧 就是说索引组织表嘛 就是这样 总之这一类 只要他物理上分配了空间的 Oracle都成为一个断 所以说 对于这个表空间里面的存储的这个对象啊 我们就要就叫做断啊 那么这个断里面是怎么存呢啊 就分成这个extend这样来存的啊 一个断里有很多给一个extend的 一个tend呢 它是断的组织单位啊 就很多个extend的 那么extend呢 最后只有数据块来构成的啊 这就是说逻辑上啊 就这样的四层就构成了Oracle的一个啊 这个存储的这样的一个呃 结构啊 物理上呢 最终还要落实到一个数据文件 可能是数据文件啊 也可能是一个裸设备啊 这样的啊 这样就大概这个就是Oracle的一个数据存储结构的这样一个 呃 框架啊 就是这样的 那么呢 呃 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是讲和数据块相关的一些东西 因为下节课我们讲断 断的时候呢 断了很多很多的属性 它的一些呃 一些这个呃 描述哈 或者说它的一些设定都依赖于这个块上的一些属性 因此呢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块的一些属性要讲讲一下 然后以便于为下一节课呢 讲这个段来打一个基础 大家来看哈 这个是刚才这个的一个呃 一个实物的描述啊 一个图例的描述啊 呃 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可以把它认为这是一个表 segment啊 就是一个段对象 就是分配了空间的对象 我们可以把它想成一个表 T表啊 呃 这个T表呢 实际上它就包含了很多个这个exend的 大家要注意哈 一个一个这个对象哈 它实际上是可以分布在不同的数据文件上面的啊 这个是 你比如说这个段哈 这个表它有很多个extend的啊 呃 不同的extend呢 可以放在不同的数据文件上 比如说这个extend放在这个文件上啊 这个extend放在这个文件上面啊 这个就是这样的 呃 这个就是你看extend下面有很多个数据块 这里面呢 就是2k的数据块 哈 这是我们说 这是每个数据块是2k 大家看一看啊 这里头有很多个数据块 啊 这边呢 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数据块啊 这就够整个这样的 够成了这个T表啊 这个段 这个这样是一个逻辑的一个结构 那么数据块是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啊 数据块是Oracle的最小单位 就这个东西啊 数据块是Oracle的一个最小单位 呃 在Oracle里面呢 它操作的最小对象啊 就是数据块 呃 我们知道啊 实际上Oracle 呃 像之前我们讲过的这个 这个Redo啊 Redo啊 或者Ando啊 这种东西 实际上 他们操作的东西啊 并不是我们要操作的 并不是我们修改的那个行 而是我们修改的那个数据块 因此呢 我们在以前总是在讲改变的块啊 改变的块 是吧 所以这里头 这种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Redo和Ando啊 不是一个逻辑的东西 不是说把它的数据行给它放过来了 也不是把那个值放过来了 而是一个数据库 一个数据块的一个改变 一个物理的改变的一个部分 给它放过来了 因此呢 在这个Oracle里 这个数据块 是Oracle操作的一个最小单位 包括我们数据在备份的时候啊 以后我们要讲Arman这种备份 它也是按这个数据块一块一块来配份的 恢复的时候呢 也是按这个数据块啊 一个块一个块的恢复的 因此从这个物理层面来讲 Oracle这个数据块啊 就变成了最小的单位了 那么呢 逻辑上呢 就是说业务上来讲呢 我们有行啊 有列呀 那个都是一些 从业务层面 为了把一些事情描述的更 更直观一点 更那个让人能够看懂 那么呢 发明这个行列 实际上在这个物理上存储的时候呢 这个块 就是Oracle操作的最小 最小的单位了 这个下面这张图啊 就是一个数据块啊 我们把它放的很大啊 这是一个数据块的一个构造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个上数据块是两部分组成的啊 一部分是数据块头啊 一部分叫真正的放数据的部分 可以叫做这个数据块的一个 数据体啊 是吧 数据包 大家以后在这个 在Oracle里面啊 经常会看到这个头啊 这个东西啊 这个在Oracle里用的非常非常多 这是Oracle管理数据的一种方式啊 数据块里呢 有数据库头啊 Hander 数据块有数据块头 那么的段啊 Segment Segment呢 有这个Segment的这个头啊 段有段的头 这个文件啊 文件 有这个文件的头 在Oracle里呢 每一个这个东西啊 都有一个自己的头 这个头究竟是干什么东西呢 这个头实际上就是Oracle用来管理这个 这个对象啊 里面的一些数据的一些 用来建一系列的这个管理信息的 一个地方啊 比如说我们对这个数据块来讲 它的头用来干什么呢 你看这里头有 这里头放了我这个数据块里包含的这些块啊 我这个数据块的一个地址 数据块的地址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大家要知道Block ID Block ID啊 Block ID就物理上说明了一个块的 它的实际上物理地址 Oracle要找一个块的时候呢 通过这个Block ID来找到的 这Oracle唯一分给它的一个唯一的一个 一个标识啊 这就是数据块的地址 这里头包含了这个信息 这里头还包含了什么 表目录啊 就是数据块里 是一个数据块属于哪个表 这个表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哎 在这个里面就有 在这个表目录里有 还有这个行目录啊 行目录又是干什么的呢 行目录就是说啊 这个数据块里啊 有有多少行是吧 有多少列啊 这些信息啊 就是这个行目录里面 包含了这些信息 这个行号 Row ID啊 以后我们还会说到 这个Row ID 这里头都是些 行目录啊 这个还有这个东西啊 ITL Row ID Row ID 是什么东西呢 Row ID Row ID 叫做 Interested Transaction List 啊 就是叫做这个 Row ID Row ID 什么感兴趣的啊 什么感兴趣的啊 Transaction 事物啊 List 列表 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用来存放事物信息的啊 Slot就是槽嘛 一个一个的槽啊 这个事物列表是干什么用的呢 大家知道啊 大家还知不知道 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讲这个锐度和讲这个安度的时候 我们讲到了 特别是我们在讲安度的时候啊 我们讲到了这个事物啊 这个东西 事物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要修改一个块 那么呢 怎么样才能让别的用户知道我这个块 现在是被人修改呢 比如说你一个用户去更新一个行 那么另外一个用户要更新这个行的时候呢 我不能两个用户同时更新呀 对不对啊 我这里头就有一个锁定的问题 如果大家 如果是从那个 那个性能优化那个课程过来的同学 应该知道一个锁啊 我们讲过一个锁lock 在讲锁的时候 我们知道有个事物锁啊 TX 这个事物锁 大家从那个事物锁 有个事物锁ID的时候 实际上它就是 实际上它就是这个ITL的里面的一个信息啊 这个ITL实际上就是保存的一个锁啊 就是说当你一个用户 当你一个用户修改一个数据块的时候呢 你要会把这个块头里面 这个ITL这里面呢 要打一个标签 就告诉别人啊 我这里头有一个事物 而且我这个事物在修改哪一行 这里面都有记录 那么别的用户要修改行的时候 一看啊 这里头这个这个事物正在修改这个行 比如正在修改这个行三 是吧 那我别的用户只能等待了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种锁 一种log 这就是ITL slot ITL slot 这个ITL可以有很多个啊 因为有时候我们知道啊 在一个并发量很高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OLTP里面呢 大量的用户修改数据 如果这很多用户修改的数据比较接近啊 或都在一个数据块里面 那么这时候呢 他们就可会同时操作一些数据块 那么呢 就会在数据块上部署很多个事物 因为我这个数据块里有很多行嘛 是吧 这个数据库里有很多个行 这个行里面呢 就是那个 不同的用户修改不同的行嘛 那么他们之间 修改不同的行这没有问题啊 是吧 这时候呢 他们是没有阻塞的 所以呢 这时候可以加上不同的事物 在这 这个就是这个ITL 这个 所以呢 从这几个实际上看出来 咱们的这个数据块头 实际上就是一个索引 就像我们的书的这个目录一样 就是用来放这个书里面内容的一个检索的 以更快的方式来检索书里的内容 实际上它这个块头也是用来放这个的 也是用来更快的这个检索 这个块里面的这个数据 但是呢 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比如说这个事物啊 有一些枷锁的东西啊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块头 实际上这个以后会讲到这个断头啊 还有这个文件头啊 实际上和它都差不多啊 都是一些这个反正就是用来控制里面这个整个数据 存储数据的这个信息的一些这个结构啊 就是这样的 呃 你看这个 然后呢 我们就看这个块头完了 这就是里面的数据了 这数据就比较简单了 那我就源源不断的向一个块里面插入数据啊 这个块如果大的话呢 那也插入的就多了 刚才我们看到是2K啊 在Oracle里最多可以射到32K嘛 就是说如果这个64位的机器嘛 可以射到32K 1632位的机器好像是16K吧 是这样的啊 呃 块越大嘛 这里头装的这个数据也就越多了啊 就是就是这样 这样的啊 这就是一个块 呃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行 就是说刚才我们讲了一下块头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块里面 块里面这里头也有一些说道 是吧 就是说每一行 每一行也也有一些行的信息在里面啊 比如说每一行也有一些行头啊 看到没有 这行头里面也有自己的一些定义 是吧 Rohander 你看Oracle特别喜欢 他在这个头部这个地方啊 来弄那么一点点 比如说几拜次啊 几个字节这样的信息 来管理他后面的一些数据 是吧 这就是他的一种方式 以后大家这样的话就理解就方便了 不论你看到什么头啊 呃 断头啊 数文件头啊 还有这个刚才说的数块头 还有这个行头啊 都是包含里面的一些这个数据的一些管理信息的 你看看这里头就是就是什么 呃 这个 呃 这是这个 哦 操作了 这个这个就是那个什么呀 这个就是他的开销 对不对 就是就是说这个行里面有一些属于一些这个一些开销的部分啊 这个overhand这个东西啊 呃这个呢就是一些啊 这个 它有多少个列是吧啊 啊这总之就是一些信息了就是这一行里面包含几列啊 这就是一些cluster的东西cluster的ID啊如果你是一个cluster的聚促啊聚促表的话呢啊这有一个ID啊也在这个头里面 然后还有一个行ID是吧 嗯 然后还有一个列长啊 列值啊 总之呢啊就是就是这个呢就是一些行的一些属性啊在这个里面后面呢啊就是一些行的数据啊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行行的一些信息啊 呃这里头我们要说一个东西啊就叫行号啊这个roidroid是什么东西呢roid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唯一的标识一个行啊 就是就是这个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在一个数据块里面啊比如我们刚才说到 嗯 有一个block id是吧 block id就是一个呃 块 id 就是说唯一的这个块唯一标识一个块但是这个块里面有很多个行啊那很多个行该怎么标识呢 所以他在里面还得分这个块 id下面还有一个东西叫roid啊 行 id啊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实际上真正的这个唯一的定位一个行是什么东西啊文件 id啊file id file id 然后再加一个数据块 id 然后再加一个行 id啊这样才唯一的标识了一个一个行的位置啊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行 id 呃大家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这儿有一行我们用这条语句啊select platform啊这儿有一行啊这就是它的行 id 这行 id有四部分组成了大家看一下第一部分第一部分这四个啊 啊这这五个这个东西啊 它构成了一个叫做对象的号啊 数据对象号数据对象号是什么东西啊 下面我们查了一个就是object id 就是dba objects这个试图里啊 dba objects object这个试图里面呢你那个呃给每一个对象分了一个 id 啊这个叫做啊 id啊这个叫做object id啊就对象 id啊 第一个啊前五个前五个字母啊就是object id 接着三个呢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文件号啊是吧 然后再下面三个呢就是块号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那个那个block id是吧 然后接下来啊就是这个真正的行的 id啊就是说 你这个一个块里有几行呢那就顺序来吧12345678啊啊这种的啊这个就是行 id 因此呢呃刚才我们少说了一个对象号是吧 由这个对象号然后加这个文件号再加上这个数据块号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呃行号啊唯一的标识了一个行啊 那这个行啊就是物理上那个一个行的物理位置就是什么叫物理位置 就是什么叫物理位置就是这个行所在哪个文件的哪个块上面的哪一个行这个就是这个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位置啊 呃呃比如说下面的我们这个 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行号呢给它拆出来啊就把行号的重新还原成我们刚才说这几个我们用什么东西呢啊用一个包啊叫dbms roid啊这个dbmsroid就是处理和行 id和这个roid相关的所有的信息的它可能可以转换啊还可以运算啊啊这样的也这样一个包啊大家可以去 去oracle官方文档上可以把这个包看到 呃你比如说我们用这个包里面的一个函数啊这里头有很多个函数啊我们用这个dbmsroid object啊这个就是把这个roid的object部分给它转出来下一个就是 呃把它啊叫做object id然后呢再用这个roid啊relative啊fno啊fno就file number 把它啊就文件号抽出来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数据块号抽出来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这个行号抽出来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这个行号抽出来这样的话我们看到啊啊 啊这样的话结果就出来大家看到没有啊就这个就是这个行的id那么拆出来呢就是这个对象73929啊大家看到这个表都是一样的吗都要73929啊 啊他们都在一个文件啊第四个文件上都在同一个块里面看到没有啊 他们在这个块里面的位置是第一行啊第二行第三行我们因为只选了三行嘛啊所以啊就是就是这样的 呃这个就是这个行id呃这个行id实际上在生日在真正的应用中也用到啊呃不要以为是他这个东西只是oracle自己用我们其实也可以用的啊 呃这个行id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他的他的性能很高啊 你通过行id去访问一个这个数据呃那要比你通过这个呃条件去访问啊甚至比你通过这个锁引方式去访问都要快 呃这个很好理解啊因为即使通过我们锁引去理解去访问 那么我们只不过是比如说wirewire这个id等于100那么呢我们也只不过是跑到锁引里去找到锁引那个呃见值等于100的那个那个的roid是吧 我们只不过去锁引里找到见值等于100的那个数据的roid然后再通过这个roid跑到表里啊去把这个数据抽出来 因此呢他整个呢还是通过这个roid来定位这个数据的因此呢如果你在这个写sicle的时候呢你如果能够用到这个如果有可能用到roid的话呢你不妨去用这个roid roid是oracle里定位数据最快的一种方式因为所有的数据都是基于roid进行定位的其他的都是通过一系列运算算出这个roid然后再去找 那么如果你以至于roid的话呢啊那么呢直接用这个roid去查呢那肯定性效果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个地方给大家顺便提醒一下这个roid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在性能上在这个sicle与距离呢是一个性能很好的一个东西啊 大家不妨啊在这个sicle里面呢可以考虑使用它啊这个就是roid的构成啊这这个就是呃有四部分组成了啊这样大家都知道了 嗯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块啊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数据块的大小在oracle里呢啊数据块是由这个有可以是有这样几个大小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实际上啊2k啊4k8k8k是个默认值也就是说如果你数据库啊那个呃没有选择那么默认啊就是8k的这个数据块的大小是8k的还有个16k16k是32k的 32位的最大的一个32位系统32位系统最大的这个数据块的这个尺寸16k那么64位的呢最大可以达到32k啊这个就是oracle里数据块的这个大小了呃这个数据块的大小有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啊 啊就是说如果我个人觉得啊当然这个我们在呃这个讲这个很多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不能确定一些东西比如说很多人问呃这样好啊那样是不是就不好或者说是不是应该这样设置而不应该那样的设置这个真的是不能这么说在oracle里这个性能啊 我因为我个人一直对性能比较感兴趣啊这些年一直关注性能所以我很多东西很多技术我第一感觉是他他对性能的影响 呃因此在很讲很多时候的不免就把它往这个性能方面的扯啊我们在说这个数据块大小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妨啊把它和性能联系起来 我个人觉得你对一个大数据操作的这个系统啊orap来说啊你把它设成大一点这个数据块写设成大一点是有好处的啊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因为我这个这个这种系统呀他读取的数据很多啊比如他一次要扫我们假设说啊一次要扫一亿条数据是吧 一条数据呢那么就出现了这个io的问题了 呃如果你数据块大的话呢我一次io就能读32个数据块是吧 那么呢我就能读多少次呢这一一除就除出来了那你这个如果数据块小只有2k的时候呢那么那么实际上呢他就是他的这个读的次数的16倍了是吧 啊这是一个简单的运算啊实际上是有很多因素的影响甚至是受受这个操作系统的数据块的影响啊啊这个我们只是打个简单的比方啊 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大数据操作的系统来讲呢这个把数据块设的尽可能大啊是有好处的是有对性能有有积极意义的 or tp啊这种系统来讲呢你可以把这个数据块设计的呃这个设置的少一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数据块操作的非常频繁呃数据块操作的非常频繁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那个锁的问题大家还记得吗啊 如果我大量的数据都集中在一个数据块的话势必要在这个数据块上产生很多这种的事物事物所是吧 因为你这个一个块就装了将近一千条数据假设说是一千条数据的话 那么呢我如果有有有有大量的用户在访问那么访问这个数据块的几率就很大 因为只要访问这一千条数据里面的值都会去访问都会来访问这个数据块因此在这个数据块产生的这个事物就很多 产生的事物就会出现这个锁定出现了锁定就会出现等待是吧 就出现了等待就会出现这个性能下降 因此在这时候我不妨把这个数据多分布在很多个数据块里面去 这样的话更好一点 而且呢我每个事物操作的数据块小 那么呢产生的蕊度啊和这个安度啊相应的也会小一些啊 这样的话呢就显得更加清零一些 是不是啊 因此ORTP的时候呢大家不妨啊把这个数据块设置的小一点 但是ORTP也有查询是不是啊 也要看它怎么查 总而言之呢这个这个性能这种东西啊 我们说没有没有绝对的 它完全取决于你这个C code是怎么操作数据的 以及你的数据的这个值 数据本身是什么样子的啊 所以最终啊这这个性能是由这个啊 测试啊来那个啊来说明问题的 在这个地方就说到这个数据块的时候就顺带啊把这个相关的这个性能方面的一些话题啊跟大家说一下 呃那么呢呃这个也是啊这个数据块最终是它落实啊 它它落落的时候还是要落在这个操作系统下 我们假设它是呃在操作系统下存储 以文件方式存储 那么呢最后还是以操作系统的时候数据块的方式存储的嘛 那么对吧 比如说你是一个4k的数据 那么操作系统的块大小是4k 1k的话呢那你一个ORTP块呢就就等于这个4个ORTP这个操作系统的块是吧 呃就是这样的 下面我们要说到一个话题啊就是一个数据块的一个存储方面的属性啊 呃这个存储方面的呃这个我觉得哈我个人觉得呃这个属性和这个ORTP系统关系比较大一些啊 呃因为ORTP系统啊 ORTP系统它是一个在线事务系统 也就是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啊 非常活跃的交非常活跃的这种交易性的这个系统 它的特点就是数据修改啊 修改非常频繁数据操作非常频繁 但是数据操作的这个量都非常小啊 比如说基于某一个ID的更新啊 或者一种插入呀或者这种的基于一个建制的这个检索啊这种方式 呃因为这种这种这个呃呃 这种机制导致了这个ORTP对于这个数据块 呃它的这个呃非常敏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因为它操作太多嘛啊 因为有大量的用户在操作 所以你的数据块一点点改变或者它属性一点点改变 都可能导致这个性能的提升或者导致性能的下降啊 因此呢 我们说在我们在对这个数据块存储这个属性进行讨论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这个前提要说一下 你像我我我自己用的ORAP系统 我从来就不会去管这个数据块方面的属性 这和我关系真的不太大 呃你比如说你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块上流出多少空间了 呃这个都没有太大意义 因为这个空间吧 通常来讲就是那个呃这个为了里面的一些流出一部分 比如说要update呀 是不是一行可能变长啊 这一类的做一些弹性设置 但ORTP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ORTP主要是就是大量的海量的加载进来之后 我就开始做报表 开始做分析啊 因此呢 呃之前在那个呃性能优化和这个架构课上 我已经反复强调了每一种技术都有它自己的应用场景啊 在这一块我们也要说啊 每一种技术每一种东西它都有自己的一个应用场景 它不是不是这个普遍的啊 不是普遍的呃有它的这个呃积极作用的 它很多的是在一方面有积极作用 而另一方面它就有消极作用啊 这个就是我们在说这个数据块属性的时候 再给大家把这个呃呃 向外稍微延伸一下啊 这里面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属性啊 pc free和pc used pc fre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数据块中的数据啊 达到啊这个pcpct free 就是说pct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百分数嘛啊percent啊 呃那个free啊 就是说当你这个空闲值哈 达到这这么多百分数的时候 当达到这个百分比的时候呢 呃当达到这个这个的时候呢 它将不允许继续插入数据了 就是说它需要留出一个空间来 为了我刚才讲的啊 为了它里面的数据一个弹性的 比如怕这个数据块里的数据 一update一下变长了 变长了 你总这个块里还应该有多余的空间 来来装这个呃伸缩啊 有这种伸缩的余地 那么pct used又是什么意思呢 pct used就是说 当数据块中的数据占用空间小于这个比例的时候 数据块会被再次使用啊 很多很多的同学 他们搞不清楚这两个 他们认为pct free和pct use的 他们两个是互补的啊 也就是说你这个空闲了多少不能用了 那你就是用了多少就应该是呃就可以再用吧 是吧 就是就是就是可以空闲了啊 总之他认为比如说他认为这个是20的话 这个就应该80啊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 实际上他们两个是没有关系的两个 两个值啊 各干各的事情 我们下面来看看这个 看这个画啊就能看出来了啊 我怎么样把这个删掉我这个注释掉的东西 写了的东西 啊我这样的这样的话就可以了啊 大家看一下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看清楚他们两个究竟是 呃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pct free等于20% 就是说当数据块占用容量小于80%的时候 才能插入数据 就是说允许空空闲值是20%吗 就是说对吧 他允许他的空的是20% 如果是他的空的在20%以上的时候 你可以继续插入数据 没有问题 但是一旦达到这个20%的时候呢 就不可以再插入数据了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限制啊 就是说至少要给这个数据块留20% 这样的空间 而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就是对数据块中已有数据更新 可以使用数据块中的保留的空间 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有20%了是吧 有20%现在有20%的剩余空间了 是不是 这个是由这个这个参数啊设定的 20%不许再插入数据了 这个数据块 实际上他怎么样才让他不许插入数据呢 在在后面我们会讲有个叫做freelist啊 叫freelist就是空闲列表啊 他一旦啊 一旦他那个达到了空闲率就是到20%了啊 这时候呢他就把这个数据块啊 从这个空闲列表给他拿走了 Oracle每次插数据的时候 先要去空闲列表里面去看 从这里面找数据块啊 他一旦到这的时候 他就从这个数据块里把它拿走了 拿走了之后呢 这就没有了 不存在了吗 在这空闲列表块 所以就不能再插数据了 不能再插数据 但是里面也可以有些操作 可以有update或者delate这样的操作 是吧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可以插入 是不是 我们可以update update之后呢 有一些行变长了 或者说行里面的数据 对变长了 增加了 你看他的空间 这时候他的空间可以继续生加 是不是 同时呢 他还可以呢 delate 我们已经说了啊 这个数据块可以delate delate可以一直delate 一直delate 到delate的什么程度 别人才可以插呢 并不是说delate到20%的时候 并不是说delate到空闲空间 到20%都可以继续插了 我们刚才说的pctfree 和pctuse 他们两个是没有关系的 pctfree是用来表示 什么时候不可以在网里面插数据 而pctuse 是表示什么时候可以继续插数据 再说一遍啊 不可以插数据和继续插数据 他们两个没有关系 再说一遍啊 这里面有个空闲列表 对不对啊 当我这个pctfree 就是说我当这个数据块的这个空闲空间 到了20%的时候 就从这个列表里拿走了 这个数据块不可以再插数据了 不允许再往这个数据块里插数据了 然后呢 我这个数据块可以做其他的操作 比如说可以delate 是吧 我可以把这里的数据删掉 删了就空了嘛 对吧 但是我删掉20%的时候呢 我这时候并不会再把它放到这个列表里 因为呢 我什么时候把它放到这个列表里 不是由这个决定的 而是由这个决定的了 pctuse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这个空闲空 我这里面的这个使用空间啊 到了40%的时候呢 就可以重新把它放到这个列表里面去了 就是他们两个各干 一个是往出拿 一个是往里放 对吧 一个是往列表 外面拿 一个是往列表里面送 就是干这个的 各不相干的 你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delate delate delate 一直到delate 大家知道 delate到20%的时候 还是不会往里面放的 因为是由这个直决定的 pctuse的 pctuse的告诉他 一直删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删到我里面的数据 剩了40%的时候 哎 这时候呢 可以继续把它放到这个列表里 哎 这回用户就可以 在这个列表里又找到这个数据块了 这个数据块又可以啥数据了 那么就插吧 插插插 又数据又越来越多了 对吧 到了20%的时候 哎 又不允许插了 又有 又有这个参数决定了 又到了20%了 又从这个列表里拿走了 是吧 这时候又不允许插 这时候就不允许插了 所以呢 这就是这两个参数的意思啊 它们是各干各的 pctfree呢 就是告诉你什么时候数据不允许 这个块不允许再插入数据 pctuse的表示什么时候这个块允许再被再次插数据 再次被使用 这个里面 这个是一个更形象的一个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那个演示啊 我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个 把这个注视 我画过的 我写过的字 我不知道怎么把他清掉 就是这个 大家看一下 你看啊 他这个现在呢 可以insert的是吧 现在是这个样子的 他到了80%的时候 到了80%的时候 哎 这有一个什么呀 off free list free list 就刚才我们说的列表 从这个free list 就空闲列表 你把它删掉了 哎 不允许再插了 是吧 这时候呢 这个数据块 在free list 不存在了 用户也就是在往数据块里插的时候 是不会找到这个数据块的 因为这个数 因为用户会到这个空闲列表里面去查啊 这个空闲列表是在一个断头啊 我们以后会讲 会到这里面去找 但是现在呢 他已经从这里取掉了 所以找不到这个块了 所以找不到这个块了 也就是这个块也不会查数据了 但是呢 这个块会删数据 删删删 哎 你看 删到80%的时候 哎 这时候还是不可以insert的啊 还是不可以insert的 因为什么时候可以insert的 是由这个pct 用户来决定的 pct用户表示这里头的空到百分之 就是说数据占到百分之四十 也就是空闲到百分之六十都才可以查数据 所以这80%的时候还是不行 哎 这时候到了百分之四十的时候 哎 好了 满足这个条件了 pct用户的这个条件了 所以呢 哎 这时候就可以继续查了 哎 这叫on free list 也就是这个块又被送到这个空闲列表里面去了 这时候这个数据块呢 又可以继续使用了 这个就是数据块里面的两个参数 free list 这个pct free list和pct用户 实际上现在啊 pct用户的这个参数已经不大用了 因为现在oracle的这个叫assm 自动断管理啊 这个就已经不再用它了 这个我们在下一节会讲到 但是呢 这个参数现在还是在保留着 但是呢 大家要知道这两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要理解一下 在另外一个数据块里 一个概念啊 叫航迁移和这个航链接 有时候呢 大家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在这呢 就给大家说一下 航链接是什么意思呀 航链接啊 大家看啊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航链接就是如果一个数据块里有一个行放不下了 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候呢 他会把这个一个行能放下的那一部分还放在这个数据块里 看到没有 还是在这呢 那么呢 另外一部分啊 他可以放在另外一个数据块里面去 但是呢 这两个行之间呢 肯定是有一个 有一个link是吧 有一个链接啊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指针呢 pointer 就是说从这个地方呀 比如说用户啊 你在这个数据块里读完了 这个行的第一部分 哎 这时候就会读到后面的一个指针了 然后跟随着这个指针啊 就会引导到你另外一个数据块里 把这个行的另外一部分读出来啊 这个就是这个行的这个链接啊 ro chaining啊 行链接 还有一个叫行迁移 行迁移就表示啊 这个行整个就走了 你看 这个行呢 开始在这个地方啊 因为这个地方放不下啊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干脆 因为这个地方根本就放不下 我们干脆把这个行 完全的放到另外一个数据块里面去 只是在这个行这个地方啊 留下一个指针啊 指向了这个 那个就是 迁移到的那个目的点 目的的那个位置啊 这个就是行迁移和这个行链接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个行链接 链接和行迁移呢 通常是这样的啊 行链接 当我们在插入一个数据的时候 我们说的是插入啊 我们当插入一个数据到 当插入一行到一个数据块的时候呢 Oracle会发现这个数据块没有办法把整个这个行容纳下 比如说这个行我有很大的一个列 是吧 比如说我这个列是挖刹2000啊 这样子有2000个字节的这样一个列 或者说我甚至有一些大对象啊 这样的一些 呃这个自断 这个时候呢 我一个块容纳不下我这个行 那么Oracle就会把这个行内容的批成两半 或者多多个 反正总之需要容纳下的这个这个数据啊 比如说我这个举个例子啊 我是一个4k的啊 这个块我插入一个16k的一行一行数据是16k 那我呢 我可能要把它分散到四到五个这个数据块里才能把这个行装下 这时候我就需要把这个行一部分一部分的存在多个数据块里 那每个块之间每个行的每部分之间啊 用这个一个指针把它这样串联起来啊 这个就是一个行链接 那行迁移就不一样了 行迁移就表示把整个行迁到某一个数据块 他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行在这个块里放不下了 但是我在另外一个块里能放下 这时候通常发生在update的时候啊 update的时候 因为我这个一个行一个块里面有很多很多行了嘛 空间不够了 我这时候update这个行的时候空间不够了 那我干脆就把这个行给它放到这个另外一个空块里面 而这个呢通常发生在一个insert的时候啊 因为这时候比如说我16k这个块是4k 那你这不可能出现行迁移啊 因为你怎么样这个一个块都放不下整个行嘛 对吧 因此这个时候就是行链接只能把它拆成几个 然后呢通过链接的方式把它拼在一起 而这个就是说其中一个本来它是能放在一个行里 一个块里的 但是因为当前这个块的空间不够了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把它放到另外一个块里 然后通过一个指针指挥去 这时候需要注意一下的就是说我这时候这个rowid啊 rowid没有变啊 rowid还是这个rowid没有改变啊 只不过呢它贴了一个指针啊 这地方物理上呢是存在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刚才那个就是一个行链接和这个行迁移 在这个块里面呢 还有一些信息我们要 我们要关注一下 就是说块数据的空间的合并 关于这个块空闲空间的合并 我觉得吧 也是一个ortp的这个事情啊 因为ortp里面它强调一个数据块的一个效率 是吧一个数据块非常高效嘛 你不要出现一些数据块 本来挺大一个块里面 放不下多少数据 这样对用户操作来想本来就是一个浪费 因此呢这个ortp因为它是操作的数据很小 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精细的这样一个 呃一个系统啊 对数据块来讲 呃或者说对内存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一个东西 一个系统 因此呢我们说ortp这种类型的数据 这种系统呢对这个内存啊或者说这个数据块断这一类的这种属性方面的这个这个调整 实际上会达到一些呃有意义的啊对会达到一些性能方面的改善 or t or a p呢 实际上这个你就不用太关注它了啊 呃 or tp主要的关注的就是这个 i o啊是吧 sql以具的高效 正确的执行计划啊 对于这些数据块合不合并呢实际上 呃它当然是有好处了 我只是说它的这个呃这个重点啊不也不应该放在这个地方 它的真正的影响性能的地方不是在这个地方啊是真正的这个大大数据量的这个抽取和这个这个正确的这个执行计划 也就是把这个效率提高啊 它的真正的这个呃这个方向性能方向是在这一块 那数据块的空间合并啊就是说怎么样把一些空间合并啊你看到这个这个下面呃那个这个数据块有空间了是吧 你看这个块里面有两个呃空的地方 但是呢啊他们那个不连着啊不连着呢利用起来利用率就比较高了嘛也比较低嘛 因为它很小啊那干脆or tp就把它们那两个合并在一起啊 这就成这样的话这就看着更紧凑一些 然后也更能容纳更大的数据 但是呢这里头有个问题啊就是这样的啊 oracle并不总是啊自动的对这些数据块合并 因为这里头比如说有一些呃不连接的这些块啊不连接的空间块 oracle不总是对它合并 他只是说在一些特定的时候就比如说当一个插入的时候呢 这个数据块里当一个插入或者更新的行在一个数据块中有足够的空间空间 啊并嫌这个空间空间是碎片的无法满足一行的插入啊 就是说现在我要把这个块里插了这个块里的空间空间倒是够 但是呢这个空间空间现在呢它是分片的 它是分碎片的呃 它每个碎片是不够的但是你把它合并呢就够了 在这种情况下oracle没有办法啊 所以呢需要把它合并一下 oracle不总是自动整理就是不oracle不会去自动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做这件事情它要有一个开销嘛 呃大家想一想这个开销就挺大的是吧 你看一个块里都都有这些复杂的事情 要把这个块移动是吧 要把它拼接是吧 这些工作如果有大量的数据块的话 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因为这个不宜让oracle自动去做 这个肯定会资源消耗的非常厉害 oracle也基于这个原因 oracle不会自动去做这个东西的 因此呢 你如果啊有有这种需求有认为这个数据块的空闲 这个碎片影响到你的性能了 那么呢你这时候可以手工的啊去做一个合并 呃就是呃我们有些语句啊 就是alter什么table什么colors啊 这这种呃啊这种命令啊让它手工去合并 呃锁引啊锁引实际上也存在这个问题 锁引的数据块 呃锁引的数据块呢和刚才那个一样哈 所以可以通过这种命令的方式呢 把锁引的数据块也合并 锁引数据块和和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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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的数据块合并呢 有一些不太一样啊 锁引的数据块呢 它实际上合并同一个brunch的一个数据块 它必须是一个支啊 brunch就是一个支 大家知道锁引啊 锁引是由什么构成的呢 锁引的结构 逻辑结构是这样的 上面有一个最根啊 这是锁引的一个入口啊 root 根 根下面呢分成几个支啊 就像树一样啊brunch 支下面就是叶子leaf啊 leaf上面呢是真正的是放这个 呃这个叫我们叫锁引建直啊 实际上就是放数据的地方啊 这个支下面每个支下面有很多个leaf leaf很多个数据块 那么它这个合并呢 oracle只能把同一个呃 这个支下面的数据块合并 而不同的呢 它就不会去合并去啊 因为这里头就涉及到 如果不同的这个brunch去合并的话 这里头是锁引的 这个整个的锁引的这个构造就会乱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哈 开始的时候大家看到这两个数据块 同一个brunch 也就是同一个啊 这个这个里面 这个锁引锁引这个呃 这个支下面有这样的几个数据块 呃你看这几个数据块嘛 它们有空块是不是啊 有空的地方啊 0015啊这样的 他这时候合并完之后呢 你看他就会把它压到 这是三个块啊 这是三个块之后呢 合并完了之后呢 啊就会压到了两个数据块里面去了 啊这就是锁引的一个合并啊 用这条语句 但是这不是一个非常彻底的 你要是真正的想把这个锁引的这个数据整个的给它重新整理一遍的话呢 最好的方式是这个啊 rebuild rebuild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不会去再去处理你的这个数据块了啊 不会再去处理你的数据块了 而是按照这个键值啊 把锁引整个重建一遍 就是把表里的锁引整个重新建一遍 那么重新建一遍 当然它这个锁引构造就变得非常高效了 是吧 啊 它之前出现 这种东西都是通常有一些这个update呀delate呀 这种删除操作啊 出现的一些碎片 那么呢 这个整个重构了之后呢 啊这些当然就不存在了 而且要比这个效率要高一些 他不是 我不是说这个 他们的这个命令的效率高 而是这个 这个rebuild之后 这个这个数据块的效率会更高一些 因为它不简单 简简单单是这个 一个数据的内部的一个整理合并了 它是整个这个锁引 整个这个锁引 把这个数据 锁引数据不要了 而是通过这个表里的数据啊 而是通过这个表 重新生成一份这个锁引 这个树 树状图 树状结构 所以它这个最好 它的结构应该是最优的 要比这个更优一些 但是呢 它当然了 它这个代价是大的 它因为要把所有的数据重新做嘛 重新整理 所以它代价要大一些 而且可能还会一些锁定啊 这样的一些操作 所以大家用的时候呢 不妨可以先用这个啊 这个如果不行的话 再用这个 这样的操作 那我们休息一会吧 一会儿继续